來看到漢光演習的預演 現在持續在進行當中 但是上星期空軍基地裡頭 預演的時候 發生了戰機衝出跑道的意外 也因此軍方是在在地地方人事建議之下 特地是前往戰備到附近的萬應寺 來祭拜 祈求演習順利 早上六點半IDF戰機降落 屏東空軍基地 隔沒兩分鐘 輪到F16降落 緊接在後的 是幻象兩千 排在最後頭的 則是E2K空中預警機 軍方在屏東空軍基地 實施漢光演習的預演 空軍主要戰力接連亮相 也吸引不少軍事迷圍觀 從這邊剛好是他的下滑道 所以他會從這邊過來 但平時也有蠻多人在那邊看 今年漢光演習的重頭戲 就是在加東戰備跑道 實施戰機起降演練 到時候IDF F16 幻象兩千跟E2K空中預警機 也都會接連降落 事實上軍方曾經在十年前就曾規劃過 戰機在加東戰備道起降 但是因為下雨改為一空衝場 這一次國軍再次規劃 要在加東的戰備跑道實施戰機起降操演 但是上個星期在空軍基地預演的時候 卻發生F16衝出跑道機鼻插進土裡的意外 為了讓這一次的演習順利 軍方也在地方人士的建議下 到戰備道附近的萬應慈祭拜 鄉長說過去加東戰備道在拓寬的時候 曾經在底下挖出上百具先人的骨骸 當地人也在附近蓋萬應慈祭拜 六號剛好是農曆七月的最後一天 軍方在鄉公所人員的陪同下 到萬應慈參加普渡 也希望暗光演習 戰機起降演練 能一切順利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